大家晚安 今天全台各地持续是相当晴朗 炎热的秋老虎天气 从卫讯图上面可以看到 今天台湾上空呢 都是相当晴朗一片的好天气 那么呢 东北风是比较微弱的 所以没有带来凉空气南下 所以今天各地高温呢 都还是来到了33到34度左右 非常的高温 那么呢 在接下来这几天的天气呢 主要呢 就是明天开始风场转成偏东风 同时呢 在菲律宾东边 还有在南海上面呢 接下来这段时间会陆陆续续 有一些热带扰动 或者是热带性地气啊 以及台风生成哦 所以呢 在下个星期 我们就必须要非常密切的关注 这些扰动它的发展了 那么另外呢 也因为偏东风的关系 而且南方水气很多 所以在东半部地区 就会受到这个偏东风 带来水气的影响 预计呢 在下个星期开始 降雨的机会会大大的增加 我们进一步来看一下 预计呢 在明天主要就是 中午过后呢 在靠近山区的地方 会有一些局部的午后降雨 那么另外呢 在下个星期开始 就是受到偏东风的影响 有一些短暂震雨的情况发生 在东部地区 要特别提醒大家 迎风面的位置 有机会出现一些短暂震雨 从接下来的四雨区预报图 也可以看到哦 明天呢 主要就是在靠近山区的地方 会有一些局部的午后降雨 那么在接下来呢 则是在东半部地区 预计呢 都会有些迎风面的短暂震雨 而且呢 接下来下个星期 雨势呢 会越来越明显 提醒东部地区的观众朋友们 下个星期天气状况 比较不稳定 大家外出 无必要记得 期待一句了 那么在温度变化的部分 接下来这一周 持续是高温炎热的天气哦 虽然说现在已经是10月了 但是呢 还没有冷空气南下 所以现在呢 未来这几天还是一样 高温炎热的天气 北部的高温来到32到34度 南部地区 中部地区也来到了32到34度 左右的高温 全台各地都是热烘烘的 中午的紫外线又很强 提醒大家外出 记得多补充水分 请加防晒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以及明天白天哦 主要呢 就是东面部地区 云量稍微多一点点 局部地区短暂深雨 那么另外呢 在中部地区也要提醒大家 这个污染物的浓度比较高一点 空气品质比较差 提醒呢 敏感族群在中午前后 减少从事户外活动了 最后给大家一点叮咛跟建议 明天呢 持续是回暖哦 转勤的好天气 提醒大家呢 这样子的天气 还会持续好一段时间哦 提醒大家外出一定要记得多喝水 请加防晒 那么呢 在山区中午过后呢 会有一些局部的午后降雨 提醒您前往山区也要多加的留意 下个星期要特别留意的是呢 在菲律宾东边 还有这个南海上面 会有一些热带扰动发展 不排除有一些热带性低气啊 或者是台风生成的机会 所以是提醒大家 接下来持续关注最新的天气动态 那么东面部地区也因为这样子哦 这个降雨的机会会大大的增加 提醒大家出门务必要记得席带雨具 就这样子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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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